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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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迄今为止 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大 关于中国宣纸的传统制作记忆的影响 它第一次出现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这段影像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独特理解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些表演者都是来自于安徽京县宣制场的造纸手艺人 这个在业界积附盛名的职场 坐落在山顶重叠的小县城中 京县地处中国湾南山区北部 这里群山环绕 溪水潺流不息 是中国宣纸的发祥地 京县地区野生植物生长繁茂 这里最有特点的树种就是清坛树 而制作宣纸的原料正是取自清坛树的表皮 制作宣纸的另一种配料 就是本地的沙田稻草 肯常说今天我们的群纸是两种轻微交叉到一起的 一个是清坛树枝叫肠轻微 一个是肠肝沙田稻草叫胆轻微 就两种不同的这个轻微交叉到一起 产生了群纸 皮是群纸的骨干 皮多则只坚韧 草是群纸的肌肉 草多则只柔软 皮草结合 宣纸就会极坚韧与柔软于一身 制作宣纸除了清坛树皮和沙田稻草 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配料 就是本地的溪水 根据收藏在京县档案室中的这本 京县质记载 按干坑所造纸 为京县之罪 积取干水所制 迎解而耐久 远近传之 坟中所指的干水 就是本地的溪水 在过往的七百多年里 京县历代的造纸工匠 就是用本地的青坛树皮 沙田稻草和溪水 制造出了 承载着无数书画经典作品的宣纸 秦春荣是京县宣纸厂的总工程师 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纸制作传承人 四十年前 十九岁的他进入职场 成为一名学徒工 从此和宣纸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让行春荣爱不释手的这种宣纸 就是2006年 被授予中华老字号的 红心牌宣纸 这种纸 质地粘刃 纹理纯净 除遗余书画外 还用作装表 卡印和修复古书古画 并赢得了一批文人默克的推崇 用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红性宣纸 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手工造纸的一座封碑 这也是北京澳组委 选择京县宣纸厂 拍摄短片的真正原因 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 当行春荣进入京县宣纸厂工作时 红心宣纸就已经是城里的主打产品 但也就在那时 曾经为创立著名的红心宣纸 立下汉马功劳的一对曹姓夫子 却一个过世 另一个也无奈地放弃了 世代相传的造纸手艺 回向乌农 在景康元年 为了弥补战乱带来的人口消亡 中国曾出现了平原南迁的大移民热潮 曹家的祖先曹大三 就是在七百年前的某一天 渡过五湖来到京县丁家桥镇小岭村单 小岭具有这么一个特点 小岭有四三条 我们金星话叫康 就是山康啊 山瓦 它每一条康都很深很深的 绵延设计里 一二设计都不一定 而且那个地方没有田 无田口根 依造纸为业 成了迁徙至此的曹姓先祖的现实选择 从宋末元初开始 曹家的子孙相继以制作宣纸为生 在小岭几乎所有的造纸手艺人都是曹姓人 当地有首民谣这样描述小岭宣纸 青似残 白如雪 斗四丝绸 布文身 从清代开始 宣纸一直是皇族的御用纸张 并深得擅长书画的乾隆皇帝的喜爱 迁徙至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之后 不论是盛行说行 在乾隆时期都到了一个顶重时期 所以皇宫内庭内外 一般的习制作画 发宝都是用迁徙作画 现在在小岭曹家最有名望的造纸手艺人之一 是曹仁杰 老人家今年八十八岁 每天上午 他都会到自家的纸棚看一看 亲情好时还会亲自上手 曹仁杰十二岁时 就在自家的纸棚里 跟着老辈人学习造纸记忆 我爷啊 我父亲啊 他们都是造纸根啊 塞纸根啊 他叫我们的啊 我们就跟着他 就是我 就是我去修老人了 并且我自己 还能操作 有时候 跟人有时候呢 叫我们帮他吃一下 毛子跟米呢 也吃一下 金子跟米呢 我得挤一下 曹仁杰做生产的蜴子呢 从历史上来说 主要是允许了 这个菜能造纸手的 一整套的手工工序 从菜能创造这个造纸手以来 到母亲为止 在我们国内 包括世界上 要考察手工序的话 维度选择的工序 最为复杂 要最具有代表性 宣纸制造 由108道手工工序 其中最难掌握 也最为神奇的工序 就是捞纸 捞纸根 是一领水 一插过去 自己把水自动地跑过去 自动地跑 这就这样炒走地回去 一拿出来 你吃出来拿出来 那不行 那一块就厚 上那一块就剥了 在捞纸工序中 全品工人的一双手 和多年积累的经验 来控制纸张的薄厚程度 一名成熟的捞纸工人 每捞纸一百张纸 总重量相差 不会超过二零 从清朝 至全年 抗战爆发前夕 京县的宣制生产 一直处于鼎盛状态 京县的小岭曹市 曾一度垄断了 江南宣制的生产经营 我们那时候家里一个厂 在我们一岁水里 在上海一个店 八周间 一度二路 一度二路 这两个 对不利 二号 曹 准能 曹准能 四号 曹仁杰所描述的是 这近百年里 曹家最辉煌的时代 那时 父亲曹一清开办的宣制作坊 总是彻夜不眠 年幼的他 曾经无数次的目睹过造纸工人 原始而又豪迈的生产方式 大江这只根啊 都不穿衣服 有个石料啊 一个大袋子 一个大袋子 一张一 明布 袋子冒飞了以后 他就给他 我一切 一个尾药 这个这个这个 他这个这个这个 干脆来说给你 他撤了样子 看到人啊 就尾药尾药 他在里面说尾药 就尾药 就这样尾药 那就这样射身露体的一些工 这样热火朝天的日子 伴随着曹人节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光景 到了一九五四年 政府将小岭村个人私有的宣制作坊合并 成立了国营的京县宣制厂 曹人节和父亲曹一清 一起参与了宣制厂的最初建设 在焕然一新的时代里 他们迸发出高昂的热情 很快就生产出第一批宣制 并取名为红星牌 以此向新中国的第五个国庆节献立 那父亲一家产业 他的高生产一八十 他不是上餐 但是技术方面是掌握着 他这个很好的一个 在我们小岭13年 他这个是个人物 造势的人物 一张纸造势多少成就多少成 但是人家一不张纸 他捞一不张纸 起码就要搞个九十多 九十五最高 人家捞一不张纸就搞得起码十三 他这个师父来讲 都有五十根丝合影以后 就马上身权主要 作为厂里手艺最好的师父 曹一清的命运 却出人意料 走向了没落 在一九五五年的一天 他背负着曾经是资本家的历史 不得不离开工厂 就在这一年 这位有着一身精湛技艺 却无处施展的老手艺人 离开了人世 随后 年轻的曹人杰 也第一次感到 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 我那时候 二十四 在三十四走 和人搬进去 那时候我心里大了很 裤长和裤长 还要装装了 一下子人家不听你的 你这讲的话 人家不听你的 年轻的曹人杰 凭借着一时之气 办理了退职手续 和工作一起丢掉的 还有在那个年代 对家庭生活和个人命运 关系重大的 非农村互靠 那时候搞个非农村互靠 被人认识 我们吃了多少苦 搞一个非农村互靠 我一直碰碰在里 我这个人 我去吃了这个苦 在失去的东西中 对曹人杰来说 最感痛心的 莫过于祖祖北北 流传下来的手艺 正值壮年的他 回向中国水稻 当过生产队的会计 但这些在曹人杰看来 只不过是为了生存而生存 我离远于 就慢慢地哭 晚上哭 就哭了多少钱 我这么不离 所以我就 我回来 我是不一定地搞这个 但是 必须就这一条肉 心情欲竭的曹人杰 就在此时 学会了抽烟 而且烟也很大 生活祭祀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父亲在抽烟 我感觉他有压力的时候 我想不开的时候 抽烟 而且烟也抽烟 一直去吃 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 有时候那个烟差 就把人家的烟出来 抽下来烟解 就把人家的烟定 然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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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人家的成熟 在后 完成 酒鬼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提示 一个从没见过宣纸的 懵懂少年 如何在有着七百多年 造纸历史的家族中 脱颖而出 成为最出色的造纸手艺人 如今 行春荣还保留着打篮球的习惯 过去 每当遭遇工作压力 他都要跑到球场上 一遍又一遍地打球 以此排解压力 1973年 行春荣通过招工 进入京县宣纸厂 成为一名工人 而在此之前 从小在东乡生活的行春荣 从未见过宣纸 是这些话 就到宣纸厂之前 是不是连宣纸 只是听了说而已 宣纸是个什么样 不知道 因为我们宣纸厂 这个地方那时候 就是七十年来初期 宣纸厂这一片 主要是从西厂 也就是小岭那边 迁移过来的 那么这边的人 这个宣纸厂的时候 东乡人几乎很少 当时厂里的技术人员 基本都是曹姓人 制作宣纸的记忆 也几乎被曹姓族人 所垄断 你进了厂 你不管认识不认识 你看曹是没错 百分之九是没错 作为我们这种 无外乡人到厂里面 那相对来讲 制作我们自己感觉 那社会地位上 也要差 肯定要差一点 对于像秦春荣这样的外姓年轻人 面对的压力 可想而知 不久后 秦春荣拜了第一位师傅 是来自小岭村 一位叫曹一本的手艺人 秦春荣跟随他学习宣纸制作的基本工序 制作皮料和草料 工人把加工过的青坛皮 或沙田稻草扎成卷 放在大锅中雷号 用麻袋布盖上 并在上面 铺上一层木柴灰 蒸煮十二个小时 用石灰和碱水淹漬 蒸煮 是传统工艺里的重要一步 这不仅能加快木质分解和草料脱胶 提高纤维的纯度 还能防止重铸 延缓空气 对纸张的酸化 阻止宣纸老化变质 正是这些原因 是宣纸享有 只受千年的美誉 蒸煮好的原料 被运送到石滩上 晾晒宣纸的石碳 要选在朝阳避风的山坡上 将表面的一层图铲掉 再铺上一层 深度为二十公分的碎石块 原料在这里 净受风吹雨淋日晒之后 表面会被自然漂白 而且材质变得柔软 我们那时候来企业很小 很瘦 那时候就是挑撩草上摊 像我们那时候 他们的那个框子高度 那有时候自己不想比别人低 所以我们那对我来说 怎么办呢 我们也跟他们调 他们休息一下 我不休息 我继续调 所以他们调 他们调跑五趟 我跑六趟 甚至跑七趟 我比他们多跑两趟 我们有这种 吃苦耐老的这种精神 感动了这个 一些体力比较好一点 技术比较高一点 他也愿意把你带着 青春荣凭着自己的 吃苦耐老 和勤奋啃学 逐渐融入到了 曹杏仁的这个圈子当中 并逐渐掌握了 制作宣纸的各道工序 当皮料和草料制成后 就进入冲料的工序 将草料放入堆内 经过冲档后 纤维逐渐变短 你看这个 这下面这个 像这个 过去龙腿里面 那种木的那种木齿 它这个齿就是起一个 通过这个 上面平板的这个挤压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 谭皮纤维的一种切断 它就是一种 起这么一个切断的作用 一般的打到这种程度 打成调以后 像做成这样 然后跌起来 这样基本上就已经成型了 在打皮尸这个过程中 打皮尸这个过程中 它不可能打到那种 十分的到位 对吧 所以到这边呢 再进一步的再进行 进行 切割 就是把皮尸切断 就是把切的这些皮块 通过这个塌料 全部把它 最硬的把它抬开来了 就可以了 你看这种 它这种 这部杠截啊 它是一个 过行的 它下面是圆的 这样它就是 这个我们 这个宣子这个老艺人们 这个 划分了很大的这种 这种智慧 它这个 这个过程中 使什么作用呢 你看这 就是你不用人工 去把它 这个进行翻料 就你通过塌料 再一边塌料 它自动的 通过这个干的圆形 这种形状啊 它自动的在 向一个方向在 在翻 这样就是能够 使这个料 能够塌得很均匀 一名学徒工人 要向熟练掌握 制作宣纸的 全部工序 至少需要 十多年的时间 正当邢春荣 跟着老一辈的 曹姓首艺人 学艺的时候 已经离开了 京县宣纸厂 并且在家中了 二十多年地的 曹仁杰 也开始了一段 崭新的人生 下节提示 一个怀采不欲的 造纸首艺人 将如何面对 家族的荣耀 与衰败 古老的造纸首艺 将如何传承发展 1978年 中国步入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 曾经扣在曹仁杰 头顶的黑帽子 也被彻底摘掉了 就在这时 几百里外的 江苏宜兴造纸厂 通过四处打听 找到曹仁杰 邀请他 去做技术指导 生产宣纸 我看了一下 看来有 有山啊 有水啊 就可以 明明 明明像这样 可以 但是 没我们家也好 能可以 住手 我去当时 破满 这个事情 我拨了 在短短的半年中 曹仁杰 一个人 就造了五千张宣纸 来到江苏的第二年 已经决定各批造制厂的宣纸项目 当时吉普那区下来 这叫六十万 乖那厂里就不得了 给我 曹师傅 江南的曹师傅 赞了一挂地址 这种 那个地方搞得影响很好 你到宜兴去了以后 就让他全部就是转费用户口 安排工作之余 我们有七八个人 家里有八口人 全部安排工作 正当曹仁杰准备在宜兴大干一番时 小岭生产队的书记 却远道而来 恳请他回故乡 筹建一家新的宣纸厂 小岭宣纸厂 他们叫我到小岭 小岭来又给我 斩补口了 给他 给我的待遇了 一直搞这个什么 生产补产党了 给他个毛子掏起来 人还没到 管得吗 那就是 家嘛 一路鬼根 一路鬼根 我去家 给小岭 回到家吧 然而在一个仁府渔室的地方国营小厂里 草人节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用武之地 不如暮年的草人节 眼看着大半生蹉跎而去 心情越来越沉愈 心情越来越沉愈 烟也愁得越来越凶 吹烟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 或者闲聊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 他这种 哎呀 心里一种输不输的滋味 在京县宣制场 秦春荣跟随老师傅学习的传统宣纸制作记忆 有大大小小 108道工序 当青坛树皮 与沙田稻草 被制成纸浆 倒入纸槽内 随后展开的 就是生产宣纸的一个重要环节 捞纸 这个过程 要使用一种特制的竹笔 虚子生产对子人的要求非常高 这个竹笔不是一般的竹笔 就是我们生山里面的那种苦竹 那种苦竹 那苦竹为什么要选择苦竹 因为山里面的苦竹 它的这个 结 很长 你无论到哪个地方 它都是一样 不存在有结巴 只有没有结巴 它就连着做出来以后才能够平整 制作宣纸的工具要非常讲究 纸槽要选用青尺板制作 这样才能保障水的纯准度和温度 晒纸 晒纸同样是一项看似简单 却极具技巧的工序 师傅们必须从纸贴上 将成达的纸接离 然后一张张刷在背墙上 数分钟后 背墙上的湿脂就会因水分蒸发而变成干脂 三十公 它有一句什么话 叫四五六一把刷 梅林带扎花 其实我们的品种有四次的 有五次的 有六次的 还有这个薄的叫梅林 还有最薄的叫杂花 还很薄很薄的 就是你这个内装纸拿到你手上来 你能看出你手上的纹路 所以那个纸很薄 在晒纸切剧那种 它的难度是很大 你没有那个技术的话 你只要你一胆手就去碎了 秦春龙的晒纸记忆 是由小岭村一代晒纸大师 草里人靠传新手 手把手交出来的 在切的过程中 把这个 它所有的这个耳都要把它掺起来 那么掺起来靠什么 就靠这个耳枪 你看 这个是绳子管住 管住以后呢 你利用这个耳枪 带着呢 它这样就起来了 就站起来了 它这一掺起来以后 它就牵下来 它这不会弹的 这纸不会断的 你看这上面打的有阴子吗 把它打一打 它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它们这一打 一打以后就把纸 整个纸打松了 这样它相互使用 就不站在一起 签纸的时候 要分三条线 这是一条线 这是第一条线 这是第二条线 这是三条线 如果不保持三条线的话 那么纸就容易 我们这个行话叫缺 就是上一张纸回 也许是站到下一张纸去 或者是下面的站 站到上一张纸上面来了 就缺 这样就是 纸的这个纸 碰干以后 它就是废品 酒鬼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这是一门来自西域谷国的手艺 金银措欠宝石工艺 在中国 他身受乾隆皇帝的喜爱 却又两度失传 探索发现手艺第三季之 金漏之雅 1984年到1989年 邢春荣负责筛制的宣制 传联国家质量金将 邢春荣也成为常理的技术负责人 1987年 33岁的邢春荣 和当年出色的道指师傅 曹一清一样 成为金线宣制厂 独当一面的生产主任 负责整个职厂的生产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 曾经参与创办了金线宣制厂 和小岭宣制厂的曹仁杰 退休回家 退休后 他曾在儿子新创办的宣制厂内 担任过技术指导 但随着年事已高 老人逐渐深居简出 他的父亲曾经机智而没 而他也在人生的坎坷与风雨中 消磨去最富创造力的年华 他所期许的报复 回望自己一生的跌宕起伏 总有一些事让他无法释怀 但是随着老一代造纸工匠退休的退休 理事的敌事 金线宣制厂 昔日风云寄回的曹信技术人员 已寥寥无几 此时 小岭超市 这个曾经延续了七百多年 并胜过好几代人的宣制石家 正渐渐隐退在岁月深处 从此宣制生产 这个老子太辛苦了 特别是老子 塞子 金纸 这大工区 尤其是都云料 这个太辛苦了 所以这个子女到解放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都不愿意做了 尤其现在 你们看到的这个生产工人 离之这个 这个林区里的比较多 离之大一点的比较多 林区里的很少 别人学都在外面打过 占领旗 古老的宣制 怎样生存 又该如何发展 是摆在行春荣面前的巨大挑战 为了引起更多人关注金线宣制 在千禧年来临时机 他主持研制了两张剑方的千禧轩 这张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纸 被收录进基尼斯记录 随后他又复原了 已经失传近两百年的纸中极品 乾隆共制 乾隆共制是我们想挖去乾隆年金的一种 模仿乾隆年金的一种 生产的一种质 文人之间在闲暇时 喜欢聚在一起品书赏画 行春荣对此并不热衷 每到这种场合 行春荣总是坐到一旁 默默地回味着笔下的熏职 给他带来的种种感受 在熏职上面书写 和在笔子上书写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你看熏职上面书写 一个是墨的颜色 很无量有光彻 另外它的心不利索 如果在笔子上面写的话 可能它墨就浮在上面的 它就乱跑了 在熏职上面写 就是笔的地方很滋润 感觉很厚重 另外一些飞白的效果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飞白你看也是 清清清清清清一丝一条内 如今在京县从事宣纸制造的手艺人中 有很多都是行春荣的弟子 与再传弟子 而事实上 今天在京县有很多外星人 同样传承着制造宣纸的手艺 他们与小岭操架一通 帮助宣纸生生不息的发展下去 而对于清清而言 制造宣纸并没有随着一个家族的沉浮 走向衰败 而是被更多的人广泛学习 接受 在全球99%的纸张 都为机器制造的时代里 中国宣纸在世代首艺人 各自不同的人生中 依靠着最古老的手工记忆方式 心火相继地传承着